我現在要出發去一個我期待兩個月的地方 大概兩個月以來我心中的大石頭總算放下了 回到家說心情很好 看到一個東西心情更好 這是什麼 下一集不忘了再跟大家一起開箱 在出門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去國稅局喝茶的狀況 其實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緊張 並沒有到一個什麼小房間 我們就是到一個應該是審查處吧 然後就我跟陶還有會計師 然後對面就坐著一個國稅局的小姐 坐下來之後我們會計師就搬上了一箱 他準備的資料直接放在桌上 然後就口氣沒有很好的對那位小姐說 我們瑞斯一直都有誠實納稅 為什麼會收到這個公文 那這個小姐呢 可能因為他們一些工作上的考量 或者說職業道德 他沒有辦法講太多 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實際上是什麼樣的狀況 在聽完我們的敘述之後 這位國稅局幾姐跟我們講說 我們很值得嘉獎 我們都有誠實納稅 他說其實我們一開始提供金流的資料的時候 他就知道不會有什麼問題 他就把焦點放在套的個人身上 那大家也知道他之前做線上健身教練 是沒有主動去告訴國稅局說 我有這個額外課程的收入 然後這個國稅局人員就開始問他說 他收這個教練課多少錢 你們知道嗎 他說一萬三千塊的時候 國稅局人員還說最低一萬三吧 然後套說沒有最低三千 最貴一萬三 然後這個人 他說因為他自己也有在看一些YouTube 然後自己也有想要做運動 可是他去Google了一下 這些運動的課程都是非常貴 他覺得這一萬三很便宜 但這個是題外話啦 我覺得這種貴與便宜與否 這取決於每一個人的經濟能力 跟每一個人的主觀看法 那我就不多做評論 後來呢就了解到說 原來套他做這些教育課程 是屬於用他自己私人的名義 學生匯錢也是匯到他的個人賬戶 與我們瑞斯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因此就把這件事情整個劃清 那他也寫了竊決書 告訴國稅局說 這個是他個人的一些收入來源 並非是由我們公司去營利的 聽到這個部分我就超級放心 然後剩下就是他自己的部分嘛 然後吊逃他個人的一些收款的紀錄之後 算一算才發現說 原來他這個線上教練課程 他賺的錢真的是少到不需要繳稅 一般來說你的收入 如果是你販售商品的收入超過8萬元 你需要主動申報 你需要成立公司 需要主動申報 那像他這種交課程是屬於勞務的服務 那勞務的話是4萬塊 所以也就是說平均下來他每個月 光靠這個教練的收入還不到4萬塊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覺得很幸運 然後這位姐姐我覺得他人很nice 就是他是那種笑臉迎人 然後很親切 所以讓我們整個訪談的過程都覺得非常的愉快 然後也覺得他們其實很辛苦 他有講到說他們就是奉公行事嘛 他們有時候收到一些檢舉案件啊 或是一些什麼偵查案之類的 他們不得不去做 那當這些被偵查的人來到國稅局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不開心的 就會覺得說 第一可能是要準備很多資料很麻煩 再來他如果真的討漏稅 真的沒有繳稅的話 他可能要補繳稅 再來第三他有誠實納稅 可是他覺得被人家誣賴了 然後浪費他的時間過來 他說所以其實這些人通常都是很不開心 然後他自己也覺得對我們抱歉 但其實我是覺得超開心的 就是覺得終於還我一個清白了 就是這些日子以來被外面的這種攻擊 網路上不管是發文發言 下面一大堆留言說什麼 你逃漏稅啦什麼 詐騙啊你逃漏稅 有看到我的白眼嗎 我每年也是有在講稅的 OK 什麼逃漏稅無聊 這整件事情呢 不但就是讓我覺得終於還我們清白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件學到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亂惹人 網路的影響力是非常的可怕 謠言可以透過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講出來以後 然後好像變成一個事實 然後大家紛紛的有一些動作 然後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然後浪費國家資源 所以千萬不要惹了不堪惹的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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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